好淡皮疙瘩 尤其这次的舞台的表演 对我来说会更有意义一点点 要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和特别感动 那一定是我的 就会觉得害怕 就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对他们可能想请我的饭碗吧 对我就觉得 太 我马上就会有了 这么失望吗 今天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这次总局出完的主题是 同心向未来 2023这年 有哪一刻是让你有这种 大家拧着一股叫 向某一个目标出发的感受的 好淡皮疙瘩 有啊 我觉得今年印象最深的 像亚运会 因为所有在运动赛场上的健儿们 都想是为自己的祖国争光嘛 我们就会看着 自己中国的健儿们 在冬奥会啊 然后在冬残奥会上面 我就感觉所有全国人民 都是拧成一股劲 比较像前冲一样的 就会觉得很刺激 可以分享一下 这次来总局春晚 内心感受的不同与相同吗 我觉得有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 来这一次咱们总局的春晚 尤其这次的舞台的表演 对我来说会更有意义一点点 这首歌是 致敬中国好人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虽然 就是当初在创作时期 致敬的是一万个中国好人 但其实更像是致敬我们身边每一个 给予你温暖 给予你力量的一个人吧 就生活一些小小的细节 都会让你温暖到 对 哪怕是就是你上电梯的时候 那个人多帮你按一个 那个就是开门的那个那个钮 我觉得那一下也是非常温暖的 过去的一年 有什么人或者是在给您的感动 对印象最深 要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和特别感动 那一定是我的歌迷 就会觉得在任何角落 他们都会想用最大的声音 去告诉你 他们在 然后他们在听我的歌 他们在支持我 然后在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一些温暖的 就可能平时在路上的时候 然后就很多小细节 然后但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在 澳门演出的时候 就很多那个在街上那个 就是给我一个抱抱的那种 我就看见 哎哎怎么看怎么像是我 给别人温暖的瞬间 然后我就过去就拥抱了一下 然后他还说是 祝你所有的事情都顺心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工作压力又会比较大 然后一下就觉得 啊本来想是自己去给一个拥抱的 然后结果是一个这么温暖的一个回应 然后也都得到一个拥抱 所以觉得这种所有的温暖都是双向的吧 印象比较深刻 还有深深在唱歌 把麦克风给粉丝的时候 然后他们特别会唱 对 然后你在台上的时候 内心会不会感觉到特别温暖 有啊 因为当时第一次递麦的时候 肯定会忐忑 你就会觉得害怕他们会 要么不记词 要么就是啊万一没听过这首歌 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后面每一次把麦克交出去的时候 他们都用最大的声音来回应 我都觉得这都是非常温暖的时刻 而且对于歌手来说 就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你会觉得你的歌真的很实体地 在陪伴着非常非常多人 对那种实体的感受 是你们真的很会唱 对他们可能想讲我的饭碗吧 因为我的歌说实话不太好唱 所以他们唱出来我就 就是很厉害 对看来以后还要教一些 更难的一些部分 教给他们唱 好好练歌 生命们 为什么是这种语气 歌曲里有一句歌词 我曾见过世上的爱与温柔 是浸在身边的温暖 又粗糙的双手 请分享一个你见证过的 这种看似细小 却又极其温暖的瞬间吧 我是当时在看这首 《身边MV》的时候 我觉得是中间有无数个非常非常 就是我之前有看过这样的短视频 然后再在MV里面看到配上歌词 就会非常感动 我记得是那个女生列车员 他就说我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但是因为我身上穿着这一身制服 我就有这样的使命 去照顾好每一个人 那一下我就会觉得 就好伟大 就是控制不住地不停地流眼泪 对 然后这两天也看到一个 让我自己很 还蛮感动的一个短视频吧 就是在西藏的时候 有一个应该是摩友吗 他们骑摩托那个 叫摩友吗还是什么 然后他就在路上的时候 看见有一个人 就有点就是感觉像是 那种高原反应非常强 就感觉可能有点危险了都 然后他就立马就停下来 就立马帮助他 你也有看到那个对 那很感人 并且他不只是那一下 帮他缓解那一下而已 他是要全程 要确认他已经安全到达了医院 就一直在后面开着摩托 对 我就觉得 太 你很难想的形容词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换成是我 我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办法 去做得那么的完善 以及就是 因为当时会害怕 自己会不会耽误什么事情 没有那么理智的一个思绪 去做这整个事情 那一下你会觉得 他真的是救了他一条命的 那一下就会觉得 非常非常感动 就光是隔着屏幕 我都觉得 真的是遇见了个大好人 歌迷朋友们 特别喜欢福光这首歌 觉得他像一张文化名片 适合多唱 这句话是重点 适合多唱 近期有计划 满足歌迷们这个需求吗 马上就会有了 福光的第二个现场的舞台 具体在哪里 请关注我 请在腾心视频找我吧 我们有没有这个耳符 可以先听一下呢 哦 你的眼眸 充满了时间 你的身后 用故事长篇 富光绿地 远行数六年 与你同谢 沧海三天 谢谢 马上快过年了 今年的春季 有什么打算吗 春节的话就希望 快快回家 就去到贵阳 回到贵阳 每年好像都只有 在过春节的时候 可以回去 然后可以吃很多好吃的 然后每一次 都要问当地的同学们 就是有什么著名的 好吃的 去搜集搜集 然后以后 朋友们在去贵阳的时候 就可以去推荐他们 自己先去青春地试一下 作为九二九星球的周芬奇 青春头像确定了吗 确定了呀 不换 以不变应万变 耶 这么失望吗 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 最近都在看繁花 而且看完之后会有很多的 就学到很多东西吧 比如说就做大事的时候 就是要学会不想 就你慢慢闷声地去做好 那个事情 就觉得 的确我平时就是画很多 所以我决定 2024年的周深 已经2024 龙年的周深 人狠 话不多 不刚说完 做大事要不想吗 怎么又开始喊那么大声 你最近有被偷心洗脑吗 有啊 有啊 不过最近就当然是被保总啊 喂总啊 洗脑 经常遇见他们 最近听到的一首 觉得还不错的歌是 偷偷走我的心 还有像执迷不悔也是啊 对 有心去体会 请挑选三个词语 作为送给粉丝的新年祝福 开心 健康 顺心 不好实在 对啊 这太重要了 这三个非常重要 那如果是送给自己团队的小伙伴 会是哪三个词呢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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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样吧 希望他们也能健康 开心 然后顺心